白色系的建築這裡不是民宿 不是醫院也不是宿舍 而是警察局 跳脫傳統人們對警察局 嚴肅的既定印象 這次的淺白色簡約風格 讓人覺得現代感十足 迎合現代的警察局的形象 所以我們已經逐漸就是 拋棄之前 警察局比較莊嚴 比較管制 比較懲處這種代表性 那我們就採用 就是另一個社區防衛的形象 那我們所有的外觀就採用 白色的輕巧明亮的建築 原本的鳳山分局 使用超過40年了已經老舊 因此高市府向中央爭取預算 面臨整個的耐震不足 還有硬體也不足了 這一棟新的鳳山分局辦公大樓 位於文龍東路上 不抬高主體建築 也不設置迎賓回車道 顯現出警察局貼近市民 展現友好親民的形象 取捨掉之前 我們一般的警察局 採用抬高一個回車道的觀念 那我們這一個建築物 它直接入口就是跟人行道平行 警察局還是當任整個社區的 防衛者的觀念 那平常我們也是要希望民眾人 跟我們的警察同仁能親近一點 選用淺色系明亮的外觀 以及深陽台設計 與既有的綠色植物互相搭配 透過綠建築的概念 藉此提升環境品質 多層次的深陽台 那導入垂直立體化的綠化 那摒棄漁碗的設計的觀念 高雄錯的深陽台的綠化觀念 那配合整個的背景 就是植物園的背景 那整個會產生比較 柔和還有親民的感覺 目前正在進行建築物的消防檢查 等待工程完成之後 會向建管處申請使用執照 我們預定是在今年的三月 會能把使用執照取得 那我們再交給警察局 去做內部的裝潢 這一棟看起來不像警察局的 新鳳山分局 吸引不少民眾關注 預期未來有可能成為高雄的新景點 記者潘志光 莊舒婷 高雄報導